12天下午三時許 七人車直駛至沙田花園對開時 上U-turn 這時一輛電單車高速駛至閃避不及 直撞向七人車的右邊車身 電單車撞至嚴重損毀 碎片飛彈至十多米外的路面 而鐵騎士頭部撞穿七人車的車窗 上半身一道卡在車窗 其後跌至在地上 動彈不得 受傷騎士宋王威爾斯親王醫院搶救後清醒 警方已涉嫌危險駕駛 拘捕姓吳72歲七人車司機